在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完之后 国务院寄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政策 当然这个政策在某些城市里面 也开始在发现所谓废集 废除户籍制度 到底废除户籍制度 最主要的含义在哪里 是不是我们这个题目讲说 城市化是否会太激进 根据国务院的这种报告是认为说 为了要迈进中国是现代化 对这个目标 总目标废除户籍制度 可以造成新型城镇化的体制 把农业的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 胡平你怎么看待 废除户籍制度 这个之前已经在某些城市 已经慢慢的实施 但是这一次是正式的扩大范围 废除户籍制度 这一条其实早在这个 几乎二十年前 中国就已经提出来了 应该说所谓户籍制度 尤其是这个城乡户口二元制 那可以说是中共 其实毛时代最大的罪恶之一 那我们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 所以对这种那种制度的弊病 那是感觉非常深刻 那记得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那我们你看我们家 就是从北京就迁移到成都了 那个时候呢 早前还有迁移的这种自由 迁徙的自由 那农村人呢 也有人就也就进了城了 可是到了五八年之后呢 那情况就到了后来情况发生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就是第一就是所谓城乡户口 那是这个壁垒森严 就农村人永远没法改变成这个城市户口 那多少 这城市的人口呢 你因为你的户口 你的户籍定在哪个哪个地方 你也不能自久的变动 在那个时候就出现很可笑的现象啊 像我们那边都感觉很清楚的 哪怕你都是国家干部了 大学生了 毕业了成国家干部了 结了婚了 如果你们是在两地工作 那是叫夫妻的分居 居然就有这种情况 夫妻分居 像我们考办大时候 我们好几个同学就是为了解决夫妻分居 才能要考个学校的 连口都是国家干部 结果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一年只有一个月的谈情价 就可以慌疼到这个地步 那到后来呢 但偶尔有点松动 有时候他们人们就自己想办法了 是吧 就在电线盖子贴个条子 比如说我是上海的 我想换换到重庆 当然他必须得找一个 那个地方比他差的 因为别人才可能愿意换吧 对吧 然后那边也许就有一个人 他说我是重庆的 我想我愿意换到上海 他们俩再商量好 然后再各自和自己的单位说好 单位有时候也有时候也就答应了 这样子就换成了 那就是整个户籍人数不变 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但是呢中间人换了 所以到了后来这个 自动改革开放之后呢 当然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城里人不用说了 城里尤其是大量这个 这个千亿的 人口的千亿是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来 上百年来都从来没有过的 那种规模之大 而农村呢 他事实上也摆脱了 对农村的这种约束 大量的农民工就进入了城市打工 可是呢 问题是这些农民工的 他们的身份依然不能变成 城市人的身份 所以才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 当然这二十年来 当局在这方面还是略有改 还是不但有些改进 但是呢 总的来说在我看来呢 还是改进的速度太慢 那现在他居然有人担心 觉得这么搞 是不是搞城市化太快了 那我觉得刚好是相反 因为你事实上 实在是这个 疾病太深 这早就应该进行 一个很彻底的改革 当然现在要具体做起来 当然有相当 他还是有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一些具体的一些障碍 尤其是你现在经济形成 整个都不太好 但是呢 一般这个城里 你而这个城里现在和农村的各方面 包括福利的待遇的差距又这么大 那么他这个打破这城乡户口二元制 才会引出的其他的一些经济上的 单单是经济上的后果 都会都会变得相当复杂 那总的来说 我觉得现在提出来 尽管他是已经是做的太晚 做的太慢 但本身呢 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行动 韦东我发说这个胡平的看法 韦东 同意 对 就是说刚才胡平提到的 就是说他反对都认为 这样子一个废除的制度 会影响到城市化的太激进 那是不是讲说 这样的一个复活制度 可以减缓目前超大城市 包括北抗广生 或者算特大城市的一些人口 非常拥挤 还有其他衍生出来经济跟社会问题 那个问题还在 我首先同意胡平历史的回顾 他说的那些故事 我也都历历在目 这个为了换户口 为了夫妻团聚 为了换工作 那些年真的是疲郁奔命 而且我也在我的文章里边 早就说过 把当时的六亿人口 五亿农民 变成一个可以完全禁锢在土地上的 某种现代奴隶 这个制度是非常不人道 而且这个造成的后果和恶果非常严重 可以说是这个 共产党执政以来 这个这个 除了文革这件事以外 还有其他的事情了 反正这是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罪恶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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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参与经济改革也好 这个多少年来也好 凡属说到这件事 说到三农问题 都这个这个解决户口 都是这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选项 和一个重要的呼吁 重要的建议 重要的讨论 所以这件事呢 这个到目前情况下 这个接近四十年的这种 这个这个两亿农民工的这样的 这个辛勤的 给给给城里人建设城市 然后自己又不能留下来 这个这个终于呢 到了一个差不多水稻渠成的程度 这个等于说呢 是农民自己争得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权力的前提 这个是非常的这个这个艰苦卓绝 而又这个自强不息的一个一个方面 就中国农民的这样这样一个方面 这个但是呢 在这之前呢 也有大量的这种这个这个 由于这个没有户口 然后这个造成农村的这个这个 这个老老幼这个这个留守儿童 然后呢 为了儿童在城里面上学 又没有公平的待遇 也发生了许志勇的那个 那个平权的这个这个呼吁和事件 这些事情我们也都历历在目 那么共产党呢 现在说要要做这件事了 终于水到渠成 这个我们也认为他 这个这个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那么但是即使是这样 仍然看到他那个 仔细看他的那个改革方案 并没有说要放开北上广 只是说在这个中等城市 或者说离农村比较近的 就是三级城市四级城市 可能都到不了二级城市 先放开了 三百万以上人 对对对 把这个户口的这个注册制度 改成备案制 这个就基本上可以 而且在这些城市当中呢 可能会这个这个 因为你都进城了嘛 就会要有一个福利 就是财政福利的平权问题 这方面呢 他可能也做好了某种准备 而且配套的准备呢 就是让地方要开征一些新的税种 或者把一些潜藏的 原来的那个财政的收费 改成地方的这个税 当然他不会因为让地方增税 然后导致全国的财政盘子 迅速扩大 这也不会 就是他这个做财政改革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那种 所谓叫倒扎杖的 就说到这个这个 前一年的预算平衡 新一年的预算平衡 不会突破 在这个里边去调剂 调剂呢 等于给地方人呈现 那么他等于为了这个 户口平权的事情呢 已经做了财政改革方面的 相应安排 这个而且呢 还要出台这个 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 这些东西全部都这个 累加起来 相信呢 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 也谈不上激进 他现在65%左右的城市法律 这个这个 而且集中在几大都市圈 几大都市圈 已经非常拥挤了 只有有一个像几大都市圈 向外分流的问题 不但不会这个 这个导致特别的激进 很可能呢 会导致这些三四线的中小城市呢 这个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所以分流就是 很多人跑到北上广去 你在那儿也没有房子 这个这个你不如回到自己 家乡附近的城市 然后你又不用这个户口的问题了 这个这个孩子上学 各方面也能够逐渐保障 可能呢 还会减缓几大拥挤都市圈的 这个这个问题 同时呢 也会导致这个西部和这个东北 这样一些地区 这些中等城市的这种迅速发展 总的来说呢 我暂时的举措 不认为会有很大的风险 大概是这么一个看法 郁文 根据胡平跟伟东提到了 那感觉上 汇除这个户籍制度 对这个平衡城乡发展 好像有点帮助 另外就是我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请你来解答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废除的制度呢 是不是对现在目前 三四五六城市的 这个房地产市场 或者说是人口的危机 有点帮助 我觉得这个 这次所谓的富质改革 从强远的目标来看 它是由 就是说它有两个目的 一个强期目标 一个短期目标 强期目标 就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情商期间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差距的问题 为这个所谓的中国经济 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为我看到中国的一些学者有计算 如果说说算得有三千万的农民工 如果每年就是说不是每年吧 就是说要有一千万的农民工 如果所谓的这个市民化的话 就能够在这个经济就可以拉动一个百分点的增长 如果三千万度市民化 就可以拉动三千 拉动三个百分点了 这对来讲就是实在对中国当下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 寻找增长点 这个非常非常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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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吧 因果来讲就是说从这个平衡情商的这个发展差距 拉动经济 增长点的这样一个目的来看 那么从短期的政策目标来看呢 我认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说 现在政府不是购买了很多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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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地产吧 这个所谓的这个作为用作的保障房子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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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过性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房子那卖给谁呀 呃 其实本身呃是已经是我讲是是当然因为现在这个这个政府 我们购买的保障房保障房这个规模还不是很多啊 但是如果他要把房地产紧搁的盘活的话 他可能要购买更多的保障房 更多的保障房是卖给谁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当然你如果农民工 如果那个那个市民化的话了 当然就是说这里能够这个这个这个对我们讲对消息这个消化 这样一些保障房子有很大的好处 另外你如果消化这个保障房子 你就可以土地可以就盘伏出来 那这土地就可以用于其他的这样一些目的 所以我想短期的政策目标是这个啊 既有强期的政策目标也有短期的政策目标 但是关键上的问题就是他能否达成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这样一个农民的就是虽然说是我们讲这个 这个过去刚才两位都说了这个过去的这个富极制度非常是不人道的 但是现在的反而我们看一切农民的话了 其实就除非是那些穷山高的啊 真正是穷山高的农民啊 没有几个他是愿意把这个这个这个土地卖出去的 没有多少人其实他愿意去去去去去去去做市民的 他现在一般都是两农民也是也是也是需要聪明了啊 也说聪明了 他一方面是在城里买房子啊 另一方面就是在农村他还围续着啊有有有另外一道房子啊 或者就是这个这样这样的两边跑在围棋自己的这个土地归自己所有啊 所以我认为的话了就是就就是说呃不一定就是说能够 达到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目标啊 所以讲这里面就是还是呃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对地方政府来讲 300万人口以下的这个城市这个这个政府 现在就是问题还在一个方面就农民了 他并不愿意到这些地方 他要去的话他可能去的是大城市啊 就算是300万以上的就是各个散费的散费城市 上这个中等城市的话了 300万我们讲的中国属于中等城市一般来讲的话了 呃这个对农民来讲这个吸引力是是是是是是不大的啊 如果是特大城市上深圳百双广啊 如果开放复制的话了 那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波吸引力啊 有一波有一波吸引力哪怕就是审汇情势 可能对他们也有一次吸引力 但是我们讲这个地区情势啊市之市 这样这个这个这个这样一个成绩的都可能对他们来讲不是吸引力 不产生他们来讲一般来讲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买一道房啊 啊那么老家有一套房 我上我们这个我们村里面都是这样的啊 这个在城市里面的呃小孩呀都在城市里面买房 然后然后在家里面这个还有一套房 而且而且这个家里的那套房也还是很不错的 也还不错要他放弃这个土地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所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一轮的这个夫妻改革它的效果成效 到情效会有多大我们当然还要去从它具体的实施来看 另外从这个城市本身这个就是希腊人口的这个 这个这个建设城市来看的话了 它是否有多余的现在财经困难了啊 啊是否有多余的财力啊来就是提供为建设的军情的农民啊提供这个我们和和原有就是老市民平等的这样一个公共服务和社会保证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些要加强所谓中央政府的这样 这个就这个捐上这方面捐上的财经转移力度的问题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可能也成了一个三多朱小的问题啊三多朱小 所以所以这个对于地方政府来讲 以为这个财经压力它是否有多大的机器是也是可以观察的 我就讲这个问题 这个就然后如果说这是个德政啊 为什么不早一点实施或者是说这个现在是300万以下 那有没有可能扩大到500万或是1000万人口 甚至到北上广深这种超大型城市 我觉得这个德政这么谈不上吧 我觉得其实共产党决策很少从什么德政角度出发 那更多从政治安全和效率经济发展效率出发 在邓时期经济效率发展呢放在前面 现在习时期呢又把安全政人安全提到了比较大的高度 比如搞什么风桥经验啊等等这些在邓时期都不用谈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城市化规律呢 其实我觉得户籍制度废除恰恰是适应城市化规律 中国那个户籍制度当时搞的时候就是在很大层上 其实就是反人口迁徙 而城市化的规律就适应经济发展规律 特别城市大都市化呢这是随着这个产业 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工业化 工业化之后实际上就开始城市就开始相对寄居 但是到了经济进入富裕社会实际上就服务也占70%以上 而服务业这种发展是跟人口的这种密集是有很大关系的 跟都市化有很大关系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服务业的发展呢 就没法就三产就没法成为经济发展中比较 这个就是这个7%就达不到这样一个标准 而我们中国事实上现在这个都市化也很厉害了 比如像经上广深 你搞不搞你费不费户籍住事实上都在这里存在 但是这种管理非常混乱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废除户籍住并不是要影响都市化 大家是适应都市化 那么而且还能够促成这个都市化 使都市化发展更健康 那我们再看户籍制度我认为早该废除 因为当年建户籍制度是两个考虑 最初的考虑是从动员资源的角度考虑 因为为了搞提取就是中国要搞重工业 那么这时候靠市场是不行的 简单的计划经济也不行 所以就搞了这个农村和工业这种剪刀叉 你搞出剪刀叉当然没人愿意在农村待 所以搞了户籍住把农民仿在那种地方 我们都管着 然后用这个工能材料减刀叉来提取资源 去搞重工业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安全考虑 实际上在这个大饥荒之后呢 中国饿死几千万人 同时呢大量的这种人出解 流民出现 为了对他们进行管理 就强化这个户籍制管理 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那么严格 胡平生也说了 其实就是从提取这个资源来说呢 也没那么严格 至少就是说不占用资源的这一块呢 还是有相对的自由度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现在从这两条说起来 都没必要了 那么首先呢 在中国搞了市场化改革之后呢 这个其实政府已经熟悉了 通过市场化的方式 在现代的政府管理的方式 来提取这种资源 实际上就对靠工农产品的剪刀叉 这一点越来越不需要 而且甚至把这个农业税都给废除了 现在开始在农村建立第一宝啊等等 这些其实开始政府开始相对农村进行补贴 扶贫补补贴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提取资源这个没有了 相反呢 如果从提升经济效率角度来说 都市化逐渐的放开政策 每放开一步 应该说共产党政府都是尝到了甜头的 经济上发展都得益 所以现在进一步放开 应该是有好处的 那么从安全角度来说 公安机关呢 现在中国搞的这种现代的技术等约 就是人家说现在中国现在实际上非常的 治安非常好 那么有人跟我说出新疆 跑出来一个辅警 跟我说现在新疆治安应该是第一 为什么呢 现在几十米就是有一个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包括天网等等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其实也用不着当年的户籍制度 来那么土的办法 好像当时搞保甲制度 过去封建社会搞保甲制度 那么就把人给绑在那上 那这点上也不需要 那么现在看来呢 我觉得特别的安全问题的话 我觉得继续户籍制度上是损害经济效率 这一点刚才呢 大家讲的中原包括有巡租啊 还有像这种管理的混乱啊 还有使得转移到城里的劳动力 并不能够这个更健康的服务于经济化 因为比如说你一个平等的教育 你像日本和德国之所以能够发展的比较好 就是他们的教育 而这种教育跟他们当年在这个 现代化的早期就开始普及教育 有很大的关系 跟英美就不一样在这方面 那么他们后来在发展中 在现代化中一直有后续的持续力 就是跟他们劳动力这种这个素质有关 而这个劳动力的素质 就是在某种上是跟他们 没有这种废级制度 废除户级制度呢 这个搞这种一视同仁的这种平民教育 和普通教育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在提供经济效率 无论从劳动力来说 还从筹集资源来说 这样废除户级制度 在经济效率上对共产党治理更好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从安全角度来说 也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长期要是有一个流民群体 存在于城市中间的话 是一样是对于将来政治上 也有危害的有动乱怀 所以习近平来讲底线思维的时候 当时蔡奇就砍了一刀 把30万当时的 当然这个速度我们都给推敲了 而且这个都给 但是把这些人呢 其实就是看作是一些有危害的这个群体 不好这个没法管理群体 给他弄出北京去 像这样的一些举措就说明了 他们现在已经对这种人很在意 如果废除户级制度呢 把他们纳入到城市中有好处 因为我自己读过 我反正天然在找共产党毛病 那么在我的这个读的 就前两年时候 我读过一批调查报告 就是讲两代移民工的维权意识 不一样在哪 第一代的农民工实际上是想的什么呢 挣钱完了回家 所以每年春节都是扛着大包小包回家 春运成了一个共产党很大的压力 他们就是想赶紧回家 而且最后呢 等老的在家里置盖房啊等等挣钱 新一代的移民工 二代三代移民工 他们特别城市在城市里生的 而且还有好多跟着父母 就是追着父母的足迹 去留守而同 又跑到城市的别人 他们就想留在城市 比如像我接待走线的人 他们大量的不满情绪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说回不去家了 就建立了大城市 那我问一个人 我说你那个地方你又没有工作 你回家你为什么不去 所以你回家你挣再多的钱 那一片新 那一片就是在夜景啊 你是看不见了 你花多少钱都看不见 所以他们习惯了大城市这样的 这种空气 这样的一种氛围 这样的一种环境之后 他就很难再回到乡村 他们其实二代的农民工 三代农民工 就是想在大城市中有一个 相对稳定的安全的 这么一个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所以废除户籍组 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安定 如果不能够安定他们的话 将来我们就知道 流民造反 从来都是中国社会 专制社会大乱的前奏 那个就是有一个长期流动群 秦辉好像写了一篇文章吧 就是他说实际上呢 真正的造反 农村农民起义都不是在那个 叫赤坪的地方 什么比如说江南的故宫 就一直很稳定 他说就是在那些 有地不中的农民那个地方 或者他们当时不管什么原因 他们就不在土地上待着了 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种人是最容易出现这种 就是推翻 就是把搞乱王朝的这种起义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的话 废除户籍制度 其实也是有助于共产党去 维护他的这种统治 至于说先搞什么中城市啊 小城市 我觉得这里面有权益之计 就是刚才伟东啊 和玉云说的 我都赞成 就是说这里包括提取 这个包括在资源上来说的话 缓解房地产 玉云也表示一个怀疑 对这个我也同意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过渡措施 只是呢 我是觉得共产党 这个中共啊 他治理之所以 他在很多程度上 他有几次大难不死 是跟他们有特殊的治理方式有关系 一个就是毛泽东 是开始有个调查研究 你看这次包括他这个二大报告 虽然习近平要前刚足断 但这个文件几上几下 这个话说我把那个数字 都给捂记了一下 那我也本来昨天还都备好了 今天早上又忘了 刚才可能本来今天说 可能我今天也说不出来 但是他那个几上几下搞了多少搞 修改多少处 也说明这个调查研究是一个 他就是在这点上来说 他再离谱的事 他要接点地气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他的这个 我觉得在这个中间 他只是有过渡措施 有试验 有过渡 我认为三十万什么这些呢 三百万以下 就是一个过渡 就是个试验 只要搞得好就往前走 搞得不好呢 再退下来 再总结 但是这一步他肯定是要走的 他不走的话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考虑 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 要通过的一个 要打造全国统一市场 明远打造全国统一市场 其实要打造一个 摆脱地方政府 中央直接提取资源 我前面讲到了 过去农村资源的提取呢 都是通过这个地方政府做的 通过剪刀叉来做的 现在他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 实际上建立起 就恢复集体组织 我讲说实际上他不是搞人民公社 政策合一 而是搞的是经济 是经济 政治是政治 这样就给了中央政府一个机会 去削藩 就是削弱地方政府 那么我觉得废出户籍制度 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地方政府 对于这个控制的能力 包括他的这种 就是比如去跟中央政府 去叫板的这种能力 因为这样就会建立 全国的统一的这种城市管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其实还是赵平兄 你在采访 一个台湾的一个学者 他是搞城镇化研究的 他就讲 比如说我闲着没事听你的采访 那么他就在讲过一个 他说呢 其实现在世界各地的经济 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在管理 地方政府呢 越来越退居一个不太重要 你比如说我们在美国也看到 大费城地区 大纽约地区 大华谷地区 都是跨州 就是在美国就要跨国了 因为他每个国在什么婚姻法等等各方面上 他都不一样的每个州 那么他在这种都是以这个为中心 在重新诅咒 所以我也觉得 顾及化的这种废除呢 如果啊 习近平的幕僚真的进行点现代化研究的话 他应该知道这是个势在必行的事情 好 未来这个三百万以下 这个线取消这个落户的制度 能不能够持续扩大到五百 一千万甚至全面性 我们来观察一下 好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